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压力的两种巨大的因素 使年纪轻人有着很大的压力 导致了神经功能的一些混乱 甚至是大脑功能的衰退 很多年轻的人会讨论到说 怎么现在的大脑功能 没有像过去这么好 那今天呢 我主要是谈一些 在大脑功能衰退方面的一些原因 临床的表现 和怎么来防止和改善 大脑神经功能的衰退 第一点呢 咱们来谈一下 大脑功能衰退化的 最常见的一些表现是什么 比如说 那个注意力不能够集中 年纪的亲戚人 和朋友之间的交谈 和家人的交谈 甚至和老板之间的交谈呢 就发现 不能自己注意力集中 谈话呢 非常混乱 还有一种是思路管慢 一个人想东西去讲 年纪起来的人呢 应该是思路是非常敏捷的 但是呢 有些人就非常缓慢 而且反应也非常缓慢 还有一种呢 就是非常情绪化 跟朋友之间 和同事之间 甚至跟老板讲话呢 会非常急躁 哭啊 或者有depress 或者焦虑的这种情绪化的表现 还有一种呢 就是记忆力下降 很多年纪新人会告诉我说 最近记忆力不能很好 特别是呢 是短的记忆力 什么叫短的记忆力呢 就是非常会忘记东西 比如说东西刚刚放在哪 一下子找不到了 钥匙找不到了 车子趴在房子 什么地方不知道呢 还有刚刚 人家给他交代的问题 他第二天全部都忘了 这是记忆力下降 还有一点呢 就是失眠 因为压力很大 工作的时间长了以后呢 那睡眠的这个系统呢 就混乱 导致了很多年纪新人 会有失眠的情况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 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女子力科学社吧 好吗 ED 感谢观看